朋友们好,今天是202年7月24号,星期天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很快做一下周末解美股 今天我们做一期大盘分析的专辑,主要是看一下 那么近期,尤其是下个礼拜,明天吧,开始的 这个大盘怎么样走法 我们看今天关键的题是美股三年羊是否又是熊市反弹 那么这一次情况会不一样吗 我们看今天主要的摘要 那么今年以来美股持续下挫 但近日跌势烧停 今年1月末,3月或5月期间都出现过类似的熊市反弹行情 但是最终都因更大的抛压而进一步下挫 那么在本能的反弹中 有一个不寻常的信号 近日那么核药的个股比此前的几十熊市反弹更广泛 那么尽管许多人仍然只怀疑太多 但这一极项有助于增加信心 那么第二点,随着标普500指数接近4000点大万 许多指数已经接近于第一道阻力位 并可能在进一步走高前出现一段时间的横盘调整 那么标普指数成分股中最近几天高于50天 均线的个股比例最近突破了受益的走力位 那么第三点,从界面来说 不论是财报季表现 还是美联储的政策走向 市场此前最为担忧的局面 似乎还未出现 引领市场的情绪有所好转 首先是随着财报季逐步展开 市场此前所担忧的大范围财报 暴雷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那么体现出美股企业面对经济逆风的韧性 那么今年夏天最重磅的一周 也就是明天开始 7月25号来临 苹果、Amazon、Google、Meta等大公司的财报 习书登场 这个时候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再看下一点 上个礼拜奈飞财报给了市场一个惊喜 那么其第二季度用户禁流适量 大大低于市场预期 不仅带动流媒体股价集体上场 也令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有所提振 那么奈飞的财报可以理解为 美国消费者的表现可能比预期的要好一些 那么特斯拉的财报营收或净利润 双双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反映出其顶住了疫情限制 但它的产能压力生产已经重回正轨 那么下面一点市场此前最为担忧的 美联储7月加息100个基点的可能性 也在近期大降 美联储7月预期加息75个基点后 市场恐慌情绪 week指数 尤其大家可以 我尽管每一次分析大半都谈个week指数 已经大幅消散 CME数据显示 目前利率7货市场压住 7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为72.7% 那么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仅为27.3% 企业对当前环境表现出一定的韧性 这让市场投资者感到安心 那么他们现在开始压住货币紧缩力度 不于最初预期的那么激进 即使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 但越来越多的交易员现在倾向于相信 今年股市最糟糕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但是最后一点我们看一下 不过美国通胀 屡创新高 几乎肯定会导致美联储继续推进 急进的加息政策 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 面对美国经济的疲态 美联储急进的加息 势必会加大美国经济在年底前硬着牢 硬着漏 股市和债市进一步动荡的风险 所以这里都并不一定说 这个股市实际上是一个概率游戏 只是个大概率或者小概率 而且目前这个市场消息面非常非常多 尤其这个升息和这个缩表的 美联储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变 这个对市场冲击非常非常大 我实际上大家看下又上角 我在昨天吧 7月13号 有一期专门讲过那个加息和缩表 对这个大盘的冲击 那时候主要是用2018年那一波 加息和缩表 给大家分析了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 大家有心里可以去回忆看 好了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大盘的情况 我们先看标普500指数 我们主要是这一次 昨天那个视频 就星期六那个视频 主要是用生息和这个缩表的 对大盘的冲击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从技术神面讲一下 这个大盘下个礼拜就是从25号开始的这个财报 就是重磅 你比如说苹果 微远都要有财报 所以目前这个走势 大家除了看我今天做这个技术源分析 同时也要去这个这个就是财报 就是说苹果 微远 Amazon Google 对这个大盘的走势应该影响非常大 好了 我们回归到正轨 这里头我用的是巴浪里面 关于这个波浪里面 你的杀影分最低点开始算的 用巴浪是一浪 二浪 三浪 四浪 五浪 那么下跌浪是A B C 目前这个大盘实际上运营在C浪的环境 我们说C浪的下跌的破坏率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以前说过 一般持续的时间也长 跌幅也比较比较大 就是说 而且在每一个浪中 不管上升还是下跌浪中 每一个主升浪都有很多一些小浪 这个我以前也给大家分析过 如果大家看过视频以前就知道 我这些漏索我现在都还没有消掉 每一个大浪中间都有很多小浪 目前在标普 外来说比较重要的周围是 大家可以关注的是牛跟熊的分界线 它是3845点 大家看一下 它曾经跌破过 那么又上升了 又跌破过 又上升回到这个牛跟熊的分界线 那么又 又又回到了这个牛跟熊分界线之上 所以标普现在实际上运行在 牛跟熊的分界线的这个上面 那么它目前似乎做了一个W底 而且它已经过了这个景线 这个景线实际上就在黄金风险 50%的位置3908点 大家注意这个黄金风险是从近期的高点 到这个低点开始算的 目前来看 它礼拜五实际上是 收的跟英镑是下跌的 它实际上已经跌破了这个黄金风险 61.8%的位置3972点 实际上你从黄金风险发的角度说 它跌破了61.8% 这个位置实际上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说来回要争夺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均线拿来看一下 这个是连线 这个是半连线 这个是季线 这个是月线 这个是十天线 这个是五天线 所以你揭霍起来看就非常清楚 但目前实际上已经占上了这个季线 这个季线我用的是60天移动平均线 因为有很多大机构希望用50天移动平均线 那么如果用50天移动平均线 应该是更低一点 这个完全是个人习惯 所以大家看一下 但目前如果说 这个走势 因为它前面这个跳空缺口 上面这个跳空缺口 它并没有回补 我们把这个均线再去掉 它这个跳空缺口还深一点 所以这一波往下走 就是说 就是看这个所谓的 这个颈线 就是WD这个颈线 我们再把均线打开 大家首先关注了 实际上就这个季线 这个季线打开是3957点 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 如果说到跌破这个位置 那么它很有可能要测试这个 这个颈线 也就是黄金风险 50%的位置 3908点 那么比较大的概率的效力 它有可能在这个跳空缺口附近 跟那个颈线之间震荡 这个可能就非常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那一次 它就是5月份的这一波下跌 它也做了一个WD 这个是颈线 它在这个颈线上面 它横盘了 它有8个交易日 12345678个交易日 后来没有收入 跌下了 那么这一次很有可能 也会在这个地方震荡 但是它目前你要从上方的阻链来看 一个是这个跳空缺口 另外是这个胆期 这个下降确实线 我也给大家画出来 它这一次来了 这个位置没有过 就被打回来 就是说 所以说这个标股500 目前来看 因为我刚才说过了 它正好下回礼拜 有几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一些大公司的财宝 应该会在这个 这个大盘的走势 应该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说现在你要说的话 它应该是往下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目前来看 它这个颈线50%的位置 也应该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KTG指标 那么KTG指标来看 它现在实际上在超买的状态 它在这个80以上的这个位置 已经有新的这个史差的这个趋势 所以你从KTG指标来看 它有回调的压力 因为已经进入了这个超买的这个趋势 就是说 所以你从技术指标来看 它很有可能继续往下修 最核心的 首先关系的 我刚才说 这个G线的位置 它是3957点 能不能守住 然后这个颈线 就是50%的位置 黄金峰线 3908点 你看能不能守住 最后的这个点 就是这个月线 20点线 它是3867点 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后的点 你比如说 我们从前面这个地方看 就最明显 它跌破这个颈线以后 它马上就 跌破了20点线 然后就 很快是往下挫了 这一次 跟这个5月份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5月份 这一次过颈线 但是它离这个G线 还非常的远 就被打坏了 那么这一次 它是站上的G线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交易员 分析师认为就是说 这一波反弹跟前面不一样 它如果能站我这个G线 或者是这个颈线 它很有可能继续往上走 冲破这个短期的下降趋势线 然后呢 挑战这个红金风险100%的位置 这个是个基本的思路 但是非常大线的时间 它会整到 我们刚才说过了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道文师也是内市的 它现在也在新浪的环境 因为这些大盘走势的比较像 我们看一下道文师的 有牛跟熊的分店 在这个地方 29543年 也就是3万年左右 它曾经很短暂的 这一波下回调 最低点来了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 它没有进入熊市 不像那个标普500 目前来看 它也是做了一个大步的底 大家看 它前面这个跳空缺口 也没有回调 跟那个标普非常类似 我们看一下均线 它跟那个标普也是比较类似 它目前站稳了这个G线 所以它大根的事件 这一波如果说 它不能够 由于这个财报的原因 突破这个跳空缺口 回调这个跳空缺口的话 那么它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跳空缺口 跟这个颈线 这个颈线也就是 50%的红金风险的位置 3171点左右 在这个地方震荡 同样的 它跟那个标普500 非常类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面这一次的 5月份的这个回调 它并没有过这个季线 就给打回来 而且它在这个颈线位置上 也是在那8天的时间 掉下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尤其这个 这个星期的财报 应该对这个影响 应该是非常大的 我们再看一下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就不一样 刚才我们看了 道琼市还没有进行熊市 那个标普530 进行熊市 那么我们看一下 纳斯达克 它这个熊 刘根熊的分跌线在12950点 在这一个线 所以这个纳斯达克 已经运行在熊市 环境非常长时间 目前尽管它反弹比较厉害 但是它还是在 刘根熊的分跌线之下 也就是说它还是运行在 熊市的环境 那么我们看一下近期 那么近期我们用黄金风险 看了一下 它实际上已经是突破了 黄金风险 60.8%的位置 连续123第四天了 但礼拜五实际上 也受了一个英镑 就是说开始回调 我们打开均线看一下 但离这个季线 已经非常远了 也就是说它突破这个季线 已经是12第三天了 但这个季线正好 跟这个WD的这个景线 在一个位置 也就是黄金风险 60.8%的位置 以往1653点 所以这个地方的支持应该 是非常强的 纳斯达克观察的重点 待回调的时候 你看它能不能破这个景线 要是像这个地方 破这个景线 甚至破了这个二三线 你就要小心了 就是这个二三线 正好是黄金风险50%的位置 所以这些大盘的走势 非常的类似 就是说 目前都 最大的可能 就是在这个景线的附近震浪 至少会 类似于这个地方 然后再选择方向 我们再看一下 肺半 那么肺半 刘根熊的分界在这个地方 3247点 所以这个肺半 跟这个纳斯达克是类似的 它目前还是运行在这个熊市环境 肺半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半导体行业 是一个比较单一的指数 它不像标普 代表的是各行各业 那个指数是一个中和指数 比较均衡 走势非常的 非常的 比较就是说有规律性 它这个就波动比较大 你比如说这一个 W底实际上是有点牵强付费 但是我们整体的任务 它是W底 它这个第二条腿 比第一条腿要低非常多 那么它反弹的幅度也比较大 你如果把这一段当这个V型的反卷 它已经突破了这个V型反卷的颈线 所以说它这个反弹的力度是比较大的 我们说它跌的越深 反弹的越高 这个就像气球派的这个地板上一样的 这个大家如果说学过高中的那个物理 就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是质量规律跟这个股市规律也是一样的 而且它今天也是 礼拜四 它破了这个64.8%的位置 又重新跌回来 就是说 但是它刘根雄的分裂线 这个跳空缺口它也没有回补 所以在大肯定事件 它会在这个跳空缺口 跟这个颈线 它现在这个颈线是在黄金风险50%的位置 2773点之间震荡 这个可能已经非常大 就跟上一次一样 它做了一个W底 但是这个颈线的附近 也是震荡了非常长时间 后来会被打回来 我们再看一下均线 那么从均线来看 它上一次5月份的时候 它也破过这个季线 大家看一下 它只是只有一天的时间 破这个季线 很快被打回来 而且当时这个季线是拐头向下的 而且目前来看 它这个季线已经有走平的这个趋向 目前已经站在这个季线上面上 所以比这个地方要强 而且目前这个月线 跟这个时间线也进行的经常往上 所以这一次的走势 从继续层面来说 比这个5月份这一步回调 要强非常非常多 所有的指数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 那个摘药 今天的摘药里说 很多教育员和分析师都认为 这一次反弹有可能不一样 很有可能力卷就是说 这个应该是这个礼拜的财报 影响非常非常大 所以大概的时间 它可能会至少会在这个跳空缩口 跟这个景线之间来回震荡 至少像这个地方震荡了八天 然后有可能在选择方向 正好是这个财报完了以后 就应该非常明确 这一次反弹 但是跟类似5月份一样 又是个假反弹 最后会掉下来 还是继续往上走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最后再看一下 这个其他的一些参数 美国十年级国债收益率 我们看一下 目前已经在开始回调了 我们把均线打开看得非常清楚 它已经是 大家看一下 跌破了所有的短期金线 这个是半年线 非常大概念事件 这个它会测试这个半年线 我们说说美国十年级国债收益率 这个是3%的位置 它只要低于3% 对这个科技股市比较有利的 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所以目前这个 按照这个美国十年级国债收益率 这个指标来看 科技股就是说应该还会继续反弹 或者是至少震荡 大家注意 我们再看原油 那么原油 里面我实际上再继续下挫 下跌1.31% 它已经又回到了 我们说 这个倒是你的123法则的 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的位置3点 所以现在这个趋势似乎又逆转了 我以前说过 它在这个地方逆转过一次 但这个油价实际上它不光是在继续面上 这个分析 它实际上是受这个消息面的影响非常大 你比如说这些地缘政治 这些中东的一些形式 就是说恶物冲突 都会影响这个油价 所以但是短期来看 大家可以看 它应该是一个回调的压力比较大 它很有可能重新测试这个连线 这个位置大是89块钱 这个金领应该是比较大的 我们再看黄金 那么黄金已经开始反弹了 已经连续两根羊棒 就是说 而且占上了十天线 它似乎我以前说过 它在做一个底 目前这个底还不是在清早 是做一个圆弧底呢 还是个V型的 还是W底 目前不好说 但是黄金似乎是在足底 现在 我们再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也开始回调了 但已经是跌破了这个重要的 这个支撑伟大 是106.9左右 目前来看 它也正好在到月线附近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 如果说明天 礼拜一或者礼拜跌破这个月线 大家要小心了 美元指数走入的话 实际上我以前说过 它表示这个可能市场预期就是说 这个7月份加息75码 甚至50码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大的 目前来看 但是这个美元指数 只要在100以上 都是比较强势的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看V型指数 那么V型指数 这是标普500波动的指数 我们刚才说过 已经开始回调了 这个是25 我们说V型指数 只要在50之下 25之下 就表示 这个市场是没有恐慌情绪的 所以目前连续 一二三第四天了 都是在25以下 也就是目前市场 实际上是没有恐慌情绪的 而且你从这个均线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我们仅仅把它当成是一个 是一个股票来看的话 它正好来到年线的附近 这个地方的支撑应该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波动的指数 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反弹的 如果说标普500往上反弹的话 这个大盘还会回调 所以我们是从不同的指标 看就是说下个礼拜 这个大盘怎么样 走法 但是我们把均线区 要看得非常清楚 它在有一个长期的一个 一个下准去的线 到目前正好来的这个附近 实际上上个礼拜 我也已经吃了是我这根线 所以这根线 这根线最低的是22.6左右 这个位置就是关键 如果说它有效 跌破这个位置 很有可能这个大盘的反弹 还会继续 那么这一次熊市的反弹 可能就会逆转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 做大家明天交易顺利 顺利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